江苏省侨联新系海外侨胞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后便筹措医疗物资给侨胞送来呵护和关爱 4月13日,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收到江苏侨联发来的17箱37,000个医用口罩以及给侨胞的慰问家书 联合会会长徐晓峰接到物资后,马上安排发放工作 并于14日中午在自己公司门前停车场设点,并安排分时间段为侨胞发放口罩和家书 14日中午,前来领取口罩的侨胞们陆续来到发放点 在亲自确认后,每人可领取两盒,共100个医用口罩 大家严格遵守政府有关社交距离的规定,安全领取 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美国江苏总商会执行会长徐晓峰表示 疾风拾尽草,患难见真情 非常时期,江苏省桥连的关爱暖心让人泪奔 江苏省桥连让我们海外社团对江苏乡心的关爱及时传递给广大海外侨胞 每位侨胞都很激动,由衷地感谢家乡,感谢江苏省桥连 徐晓峰表示,海外社团会继续努力服务好桥包 不负江苏桥连的殷切希望 为家乡和海外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随医疗物资一起给侨胞的还有一封江苏桥连给海外侨胞的家书 表达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慰问 同时,还附录了新冠肺炎科普67问 详细介绍新冠病毒的特征 以及如何做好预防,助力侨胞抗击疫情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 美国江苏经贸文化联合会领事长梁洪 也感谢江苏桥连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关爱 物资是雪中送炭,让海外侨胞及时受益 蔡成华表示,将充分发挥侨团优势 紧密联系当地侨胞及留学生 竭尽全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 休期与共,携手公益,迎接最终胜利 美国陈世卫视采访报道